戴著口罩眉頭緊皺 他就是七月新任的新竹市教育處長 林立生 他過去的黑歷史也曝光 電話中對死者家屬大聲嘶吼 林立生過去任職 教育處長期間 發生一起國小老師 被校長霸凌的親身案 當時校長強制在教室裡 裝設監視器監看學生 後續發表不實言論 引發網路霸凌 導監名誠信代理教師親身 事後教育處把調查說明報告 還提供給校長參閱修正 監察院七月初 對嘉義市府提出糾正 對於林立生重返教育行政界家屬法接受 特別提供錄音檔證明林立生情緒控管不佳 高宏安市長的用人哲學 真的是令人難以理解 那一個被監察院二度糾正 那怒吼咆哮家屬 那無視家屬傷痛 甚至包庇這個校園職場霸凌 官微極大的處長林立生呢 怎麼能夠試任我們新竹市的教育處長 各界的一個批評 跟指教 我都虛心的一個接受 多給我們一點點的時間 跟空間 然後讓我們繼續的努力 林立生回應會繼續努力 為新竹教育累積更多正能量 只是黑歷史被爆出 難免引起質疑 三天新聞 張宏安 黃正傑新竹長報導